这个是河内的城市观光大巴车 看起来上边的游客不是很多 下边坐着两三个 上边坐了两三个 上边坐了四个游客 这个就是河内的交通 河内的交通 乱糟糟 我得赶紧趁着 绿灯赶紧过来 要不然一会就过不来了 这小车也不会让你的 摩托车大军 摩托车一个一个的开的飞快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了 看看这个街头的车也是比得多的 这个双层 双层的观光大巴车现在 上了不少乘客 这个停靠点叫文庙停靠点 这还是很有特色的 上面一层一半没有车底 一半有 那么这个是文庙 现在下午五点了 已经关门了 越南的文庙 这个应该是文庙旁边的公园 好多人 当地的市民进去遛弯去了 下马碑 下马碑怎么还给供起来了 椰子 hello motorbik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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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他们叫hello motorbike hello motorbike 很有越南的口音啊 越南的口音很重 hello motorbike 我这个tringle是口音也很重啊 这个就是文庙 这叫公卿 夫事出此图 圣祭天也不可皆而生 道道道道若鹿 然得奇门而入 东西南北游 斯道 这个住的一圈是这么读的 这个文庙呢 大门也关了 这上面写着 什么庙门啊 第一个字看不清啊 是简体字的零吗 看不清 光线太暗了 基本上这个 庙门前两侧都有这个下马碑 咱们只能从墙头往里看看了 个人觉得 这个 河内的文庙也没什么可看的 看看他们越南的这种建筑 这一溜 都是一家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共八层 往上依次递减 比较 让人费解的事啊 有个地下室 地下室呢 还要 从这个一层 分了一半 这个一层不叫一层 二层不叫二层 还弄个小楼梯 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 这个路边呢 这些打着散的 就是卖彩票的 这一共有三家卖彩票的 这一共有三家卖彩票的 这个黄卫宫的 这个扫把也很有特性啊 也还有特点 是用那个芭蕉叶制作的 这是越南的小学校 看样子应该是小学跟中学是一起的 现在是放学时间了 放学时间呢 也是有家长来接的 但是大部分呢 都是自己走路回家呀 或者 或者这个 坐车回家 大部分都是走路回家的 都是住周边的 这些都是骑摩托车的 都是来接孩子的家长 对面呢 也都是小朋友 爱吃的 小吃 小吃汤 看看这两个小朋友 一人一个冰淇淋 里边也都是孩子 现在是越南的 6点 下班时间 这个呢 越南的街头 基本上都是摩托车 这个摩托车呀 跟汽车呀 就这么 很和谐的 很危险却和谐的 这么 共处的 这越南的摩托大军 太壮观了 这要是我呀 我绝对不敢 不敢骑摩托呀 这个过个马路 都是很费劲的事啊 看看 这车啊 这还不是最堵的时候 这还不是大路 看看看看 多危险啊 他们呢就能做到 把这个事故率降到最低 看看这个车 这汽车周围都 都挤满了这个摩托车呀 这汽车 看看 我的天哪 开摩托车的胆大 来开汽车的胆也更大 这个交通状况 看看 这交通 汽车摩托车 一锅粥似的 往前走 而且啊 你很难看到 交通事故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摩托车大军来了 其实啊 开摩托车啊 不是技巧最好的 不需要多么好的车技 你开个汽车 你看看 这汽车完全让 那摩托车给包围了 开汽车才需要 这个真正的技术呢 哇 这三菱很霸气啊 看看越南妹子的大长腿 这个摩托车呀 汽车呀 都滚在一块儿 有什么台湾的摩托车 什么郑州的电动车 跟人家这个 越南协内接头的摩托车 完全没法比 啊 我点了一道咖托车 一半一半 三个咖托车 先尝一尝 猪肉饭 我又来吃这家的这个法困了 上午吃的是牛肉饭 上午吃的是牛肉饭 这个吃一个牛肉饭 这个吃一个牛肉饭 牛肉饭是这个 四十千块 就是这个 四十千块 就是这个 四十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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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咱们又吃上了热热烘烘烘烘烘烘的法困了 里边加的是牛肉 萝卜丝 无萝卜丝 沙拉 咱就坐在这个街头 这个小店只能坐在外边 能坐在街头 这个买的人还中不少 牛肉的 有胡萝卜丝 那个黄瓜丝 牛肉 沙拉 有胡萝卜丝 这个是偏甜口的 酸甜口味的 酸甜口味的 这个牛肉的量也很大 十二块钱 挺值的 就要了一个猪肉的 这一回是九块钱 刚烤出来 也是烫的 为什么吃了两个呀 今天算了 今天早上呢 吃了三个吧 就是因为这个面食啊 面食 老吃粉啊 不烤肉 其实啊 就是烤硬面包 里边加了肉 加了什么 黄瓜丝啊 这个胡萝卜丝啊 撒上沙拉 然后一烤 其实啊 跟馒头加肉 没什么太大区别 没什么太大了